一个是今天要讲的如何在逆境中成长 下主日我要在我们当中也是三四堂 讲如何在顺境中成长 我讲章都预备好了 在神的面前已经领受清楚了 所以请你们今天在三四堂听 下礼拜你到三四堂来听 那么在下个礼拜我讲不一样的 那么这两次如何在顺境中成长 如何在逆境中成长 我们都是讲到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 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是一个会长的生命 是会长的生命 假如你得了基督的生命 你却不成长 那是很奇怪的事情 时间跟环境都帮助我们成长 大凡只要是有生命的 无论它是植物 无论它是生物 都有长的问题 都会长 那以植物来说 它夏天会长得比较快 冬天会长得比较慢 夏天长得比较快 可是它长得不够结实 冬天长得比较慢 不过长得很结实 以后就产生年轮的问题 就产生年轮的问题 你就会发现 切开来的话 它有一个深的 一个浅的 一个深的 一个浅的 你就算出它的年龄 我们基督的生命也是这样 我们基督的生命 不会一帆风顺的 我们基督的生命 会有春夏秋冬的 有的时候会碰到逆境 有的时候会碰到顺境 问题是在逆境当中 我们能不能够成长 在顺境当中 能不能够成长 如果我们只是能够 在顺境当中成长 那么你在逆境当中 你就会成长灰心失望 如果你只能在逆境当中成长 那么在顺境当中 你就容易跌倒 所以我就盼望今天 跟下一个周日 跟你们讲一讲 如何在逆境中成长 如何在顺境中成长 如果一个人 他信主15年 可是他所表现出来的 好像只有信主 一年或三年的生命 我们就说他长得不好 长得不好 那当然 如果他信主一年 突然跑出15年的生命出来 我们也会觉得很奇怪 生命怎么会这样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原则上生命 不会这个样子的 因为生命的成长 你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 那么到底怎么样把握机会 在时间的里面 在环境的当中 我们能成长呢 我帮忙透过这两次的信息 帮助弟兄姐妹 在逆境中 在顺境中 都能够成长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经 请你拿出讲义来 讲义来 那我们要看的圣经 是马太福音14章 22到33节 那这一段的圣经是 耶稣用五饼二鱼 让五千个男丁吃饱 以后所发生的事情 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 门徒发现 耶稣是物质的主 物质是他所造的 门徒也发现 耶稣是数量的主 因为他可以 以少变多 他用五饼二鱼 就让五千个男丁 和妇女吃饱 证明上说 把剩下的灵犀 收起来 还有十二个男子 所以那一次 门徒们属灵上 应该有成长 为什么呢 他们发现 耶稣做了一件 奇妙的事情 他发现 耶稣行了一个神迹 那么这件事情以后 他们本来在顺利的里面 就突然进到 逆境的里面 请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14章 22到33节 他们进到 怎么样的逆境当中呢 我们读22节到33节 我读一节 请你们读一节 然后我们来看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马太福音14章22节 耶稣 随即催门徒上船 先渡到那边去 等他叫众人散开 那时船在海中 因风不顺 被浪摇汗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就惊慌了说 是个鬼怪 别害怕 喊叫起来 彼得说 主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 走到你那里去 只因见风盛大 就害怕 将要沉下去 便喊着说 主啊救我 他们上了船 风就住了 从这一段的圣经 我们看见 门徒上船 要到湖的那边去 那耶稣不在船上 到了晚上 船在海中 因风不顺 就被浪摇汗 后来 在夜里 是今天 你知道 他们都没有办法睡觉 因为那一天 风太大 浪太大 所以 他们就睡不着 到了是今天的时候 他们就看到一个鬼怪 从那边走过来 后来 原来那个不是鬼怪 是耶稣在水面上走 我们要从这段的圣经 来看彼得如何抓住这个不顺利的环境 来经历 耶稣的大能 以至于彼得在属灵当中能够有一个成长的机会 从这段圣经 我们要看三件事情 第一件 看讲义 第一件事情是 真实的人生 必然充满挑战及为难 必然充满挑战及为难 请你写下来 当你在写的时候 我们就要来读22到27节 那你写我来读 然后你写完了 请你看我的 所读的部分 22到27节 耶稣随即吹门徒上船 先读到那边去 等他叫众能散开 散了众能以后 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 到了晚上 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那时船在海中 因风不顺 被浪摇汗 夜里是今天 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徒那里去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就惊慌了 说是个鬼怪 别害怕 喊叫起来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 不要怕 这边 耶稣提到耶稣的五饼二鱼神迹之后 就发现这些人 吃了五饼二鱼 都要强逼耶稣做王 耶稣准备离开他们 可是呢 他就叫门徒先走 门徒先走 就叫门徒上船 路到湖那边去 自己到山上去祷告 没有想到 当耶稣不在船上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情 圣经上说 就有风 船在海中 因风不顺 被浪摇汗 所以门徒就经历了 非常困难的环境 他们所在的这一个湖 是叫做加利利海 他们为什么把它叫做海呢 因为那个湖其实像海一样 不是太大 可是有海的现象 因为风的关系 因为那里地势的关系 常常那个湖 你知道湖大致上比较平静的 对不对 可是这个湖不平静 这个湖常常起风浪的 这个湖就没有来由的 就跑风浪出来 因为风的关系 不久以前 台东那边有焚风 有没有 就跑出四十几度 这次的温度 怎么会呢 他们靠近太平洋那边 应该靠近海 有海的调节 温度不会突然升高 那是因为有山的关系 风从这边过来 经过山 一下去 就变得很高的温度 加利利海也有这种现象 所以对这些门徒而言 他们突然碰到风浪 对他们而言 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 可是即使是很正常的现象 他们还是心里非常的不安 到了四今天的时候 他们可能还在那里 想办法让船能够稳定下来 他们远远就看到 有鬼怪从那边过来 原来是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徒那里去 门徒看见有这种现象 就说是鬼 这些门徒所遭遇 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 我们刚才说过 加利利海有这种事情很正常 他们不是第一次碰到 他们这些渔夫 有的时候也碰到这种状况 他们有的时候捕鱼 在这边捕得到 可是同样的时间 在这边捕鱼 又捕不到了 因为他们的那个加利利海 或者说那个格尼撒勒湖 是一个不稳定的 是一个不稳定的现象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 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 会遭遇到顺利 有的时候会碰到不顺利的状况 我们的生命的历程 有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了一个高点 很多时候你就发觉它降到低谷里面去 顺利 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 因为你自己很努力 因为你肯付出 所以看起来环境就顺利 结果就好 但是有的时候你生命的顺利 或者来到人生的高点 并不是因为环境变好了 并不是因为你自己努力 而是因为环境突然变好了 跟你自己有没有努力完全没有关系 比如说有的时候 你进到工作岗位去 你突然发现你碰到一个肯栽培人 会赏识人的主管 你就觉得很奇怪 好像我也没有很努力 可是老板很赏识我 这个不一定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努力 有关系 我们碰到这样的机会 甚至当我们没有做好的时候 你会发现老板不仅没有责备你 老板还鼓励你说 没有关系 这次没有做对没有关系 你再试试看 你有潜力的 你可以做得很好的 你就会发现 有的时候碰到一个大好的机会 跟你是不是有努力 不一定有关系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这种现象 在婚姻的里面 我们的配偶特别优秀 不是我们特别好 结果你就碰到那个环境了 就是你没有做好一个配偶 该做的 可是他却好好的做好一个配偶的角色 这个跟我们是不是努力 也不一定有关系 那是因为环境带给我们的顺利 或好的结果 所以人遇到顺利 有的时候是自己的努力 有的时候是大环境的关系 人遇到不顺利也是这样 我们的生命来到低潮 遇到很多不顺利的事情 多数时候是我们不努力 多数时候我们不自己付上代价 所以你就得不到一个好的环境 你就来到生命的低潮 可是也有可能 你非常努力 你非常用心 但是大环境却没有办法 让我们经历到顺利 我就知道一个人 在911事件之前 他在纽约买了房子 因为他在纽约有工作 他就觉得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其实住在纽约的人 我讲那个小纽约 就是那个曼哈顿那个岛 很多人是住在外面的 牢道里面来工作 他觉得跑来跑去很麻烦 以后他就说说 他就买在里面 他买了之后 没有不久 就发生911事件 911事件之后 住在曼哈顿岛的人 统统往外搬 所以物价 房价就下跌 因为恐怖分子说 他们不只要弄一次事件 他们要让纽约这些人都人心惶惶 所以他们就 房价就下跌 然后周边的房价 像纽泽西这边房价就提高 提高 以后他又一方面怕危险 一方面又舍不得卖房子 就挣扎了一段时间之后 最后他就绝对要把房子卖掉 那个时候房价就跌得很低了 外面的房子 房价就涨得很高了 以后他觉得现在不卖 就更没有机会了 就把房子卖了 就到外面买的房子 就搬出去了 没有想到 美国九一一世界他们恢复得非常快 过不久以后呢 里面又涨了 外面呢 又跌了 又跌了 一来一回他损失非常严重 这个跟他努力不努力没有关系 他很努力呀 他很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他没有办法 他抵不过大环境 因为大环境就让他遇到这样的状况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真实的人生就是这样 各式各样的挑战跟危难常常出现 而且事实上是交互出现 有的时候挑战临到我们 有的时候胜利临到我们 有的时候危难加上灾难就突然临到我们 那这一段的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看见 有这种现象 在外观上有一些挑战在这里 就是他们遇到实际的风浪 那这些风浪是客观的风浪 这些风浪是真实的挑战 那如果你知道 如果你坐过船你就知道 除非是非常大的船 其实真正再大的船 碰到真正的风浪也没有用的 真正的风浪也没有用的 我们交以前有个船长 现在他因为工作的关系到别的地方去了 那我有次问过他 因为他开过小船开过大船 开过大的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在货的那种货船 我就问他说 到底海上面风浪能有多大呢 他就告诉我说 他说早期因为通讯设备没有很好 对海巷的预测也不准 有的时候海巷预测已经出来了 在通知他们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他们已经到暴风里面去了 早期 他说你不知道那个浪有多大 他说那个浪可以大到 你往外看过去 就看到那个浪站起来像墙一样 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办呢 他说船是抵不过浪的 船是抵不过风的 那么大烧的船 他说他们就把引擎关掉 那这时候中国有句话就很有用 叫做水涨 怎么样 船高 他说如果你硬要跟浪对的话呢 他说你的船一定会粉身碎骨的 只有把引擎关掉 那么浪那个船呢 就上上下下几十公尺这样子 因为浪来了 他就下去 然后浪再下去 他船就上来了 他说就只有这样子 弟兄姐妹我们人生也是这样 我们人生会遇到一些方法是我们没办法预测的 我们的生活当中就不其然的遇到真实的挑战跟危难 不仅如此 有的时候我们遇到的不是真实的挑战跟危难 就像门徒一样 那天门徒不只是遇到客观的挑战跟危难 在主观上面 在他们的感觉里面 在他们的判断当中 他们以为从海面上走过来的是什么 是鬼怪 请问他们判断对了没有 其实来的是谁啊 来的是耶稣 来的不是鬼怪 那是对他们好的 耶稣来他们就有救了 耶稣是来帮助他们的 可是在他们的想象当中 他们却误会了 所以二十六节说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就惊慌了 说是个鬼怪 变害怕 喊笑起来 有的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 客观上它不是一个困难 可是却造成我们主观上的惊慌 客观上它不是一个难处 甚至是一个好处 可是在我们想象当中 造成我们的误会 这个不是事实 来的不是鬼怪 来的是耶稣 后来他们就知道了 可是当时他们并不知道 所以我告诉各位 那个风浪再大 他们已经够惊慌了 来了一个鬼怪 他们更害怕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会碰到这种状况的 我四月到北欧去 在那边参加营会 那参加营会 我们通常就 常常参加营会的人 就了解那个状况 第一天去 那个Gas Speaker 就是客座的讲员去 他们完全不认得 所以他们完全不理你的 如果你讲到对他有点帮助 第二天他就来跟你讲话 第三天他就缠着你不放 第四天晚上你就不用睡觉 我们知道经验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次去也发生那种状况 第一天我就很低调的 他们也不太理我 很多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 他是很看不起别人的 看不起别人的 等你讲他就有道理的话 他就来跟你聊一聊 到后来呢 他就来亲近你 到最后一个晚上 十点应该结束聚会 他们也不结束 十一点也不结束 十二点也不结束 我就跟他们讲 明天早上六点就要发车 也不供应早餐 所以我们早点去睡觉吧 他们说好好好 就再聊 就再聊 就聊到后来就散会了 散会了就有人跟到我寝室 跟到我寝室 就外面有沙发 他说可不可以再聊一聊 我说好就坐下来再聊 再聊 聊到后来呢 我已经开始打瞌睡了 他还继续聊 我偶尔回他一句 后来他就跟我说 李长老你看起来很累了 对不对 我就说没有关系 我就说没有关系 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些状况 他需要聊 他就说好 他说那我们再聊一聊 就再聊一聊 以后他说你真的很累了 对不对 我就说对 他就说好吧 那我们再聊一下就好了 以后就放我去睡觉 他看我真的不行了 就放我去睡觉 以后我进去 我把衣服脱了 我就上了床 我把背盖好了 把灯也一关 就有人来敲门 我说什么事呢 他说我们那个寝室的人 经过很多的考虑 我们也知道你已经在床上了 可是我们想想还是请你来 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很大的难处 很大的难处 以后我就到他们房间去了 所有人都坐着 坐在那边 就问他什么事呢 他就说因为我们这些日子以来 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心理上的难处 所以我们想问你这件事情怎么解决 原来怎么样呢 原来他们碰到一个过路的船道 他们是一个查经班 查经班 是非常北的地方 已经快要靠到北极圈了 快要靠到北极圈 他们有一天就来到过路船道 他们就很热情地接待那个过路船道 那个过路船道就跟他们查经 就跟他们讲道 就发现他讲的那个上帝的时候 非常的神 你知道吗 会发生很多神奇鬼怪的事情 以后他们就觉得说 哇这个讲员真好 真好 以后他们就把他们难处 就跟那个讲员讲 什么难处呢 就有一个姐妹 她在家里的时候呢 常常在读书看报纸 或看电视的时候呢 就发现有人瞪着她 有人在盯着她看 她就一回来看 没有人啊 她就去看书 看报纸或看电视 可是她常常在家里 就觉得有人盯着她看 她就问那个讲员说 怎么办 那个讲员就说 好没关系 我到你家看一看 就让她家看来看去 看来看去 就跟她说 因为你们家有鬼 就因为你们家有鬼 那怎么办呢 她就把鬼的事情解决啊 以后他们就去拿了一盆水 就为了那个水告告 然后就把那水撒到他们家里面去 撒完了就说鬼走了 就说鬼走了 后来我就问她 我说那鬼走了没有呢 她说我还是觉得有人在瞪我 以后我就跟她说 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 没有这种事情 那是你误会的 那是别人乱讲的 没有这种事情 我们基督信仰里面 所讲的撒旦 是工作在人的什么地方 心里面是用方法使我们灰心 是腐化我们 用金钱 用名誉 用地位 用色情 击打我们 不是让我们害怕 特别在一个已经是基督教的国家 那 瑞典这个基督教的国家 那边信主已经几百年了 我说撒旦不太用这种方式的 我说不是绝对没有 但是那个比例非常的低 我说我不认为是这样的状况 我说真正的状况 是我们的心里面有问题 我说一个人 如果在神的面前没有问题 我说鬼很难来干扰你的 除非你给他机会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要么就是你犯罪得罪神 你一直一发动那个罪 你不肯认 要么就是 要么就是 你自己给撒旦有机会 否则不会发生那种现象 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要想想有没有这种事情 有的话你应该认罪 你应该祷告 而不出去撒嘴 不出去撒水 我就跟他说 不是这样解决问题的 以后我就带他们祷告 那时候就很晚了 我就说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花很多的时间 我让他们先自己认罪 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完了之后 我们就花很长的时间继续祷告 以后就完了 就结束了 散会了 那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大家睡觉吧 平平安安睡吧 我就回去了 以后我回去了 我也睡了 他们也睡了 其实没有很短的时间 就天亮了 我就过去问他们说 说昨天晚上怎么样 他们说从那一件事情 那个传道跟他们讲 家里有鬼 到今天 昨天晚上睡得最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的时候是你主观的误会 门徒也把耶稣当成鬼怪啊 所以并不稀奇的 问题是我们知不知道 那个是耶稣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有许多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为难 真实的情形不是如此 所以真实的人生是充满挑战 跟为难的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我们不必大惊小怪 我们用平常的心 来过每一天的生活 特别是基督徒 我们在神的恩典的里面 我们应该很正常的过 每一天应该过的生活 我们不必疑神疑鬼的 好像没有神一样 有的时候 我也会听到弟兄姐妹 说为什么神让我遇到这件事情呢 有的时候我会 弟兄姐妹会说说 为什么神把这么难单的单子给我呢 我们承认有些事是神特别恩待我们 特别安排临到我们的 可是如果你读这段的圣经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这里的圣经明白的提到 是船在海中因风不顺 被浪摇汗 我们没有理由解释是 耶稣让风起来的 对不对 因为这是正常的现象 门徒那天不在船上 风还是要起风浪的 因为那个加利利海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那是大自然的结果 那如果你带着下去 你就发现 耶稣为了让门徒放心 而往门徒那边走去 他爱他们 他就做了这个动作 可是却被门徒误以为他是鬼怪 对不对 请问 是不是故意耶稣装神弄鬼 让他们害怕 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 耶稣是好意去的 他们也误会 所以不是神故意让某些事临到我们 再来考验我们 那有些时候是这样 有些时候不是这样 这边很清楚的提到 有些是自然现象 不是神故意做的 有些是我们主观的误判 也不是神故意造成的 弟兄姐妹 当我们问这个问题 说神为什么是让这个事情临到我 神为什么把男单的单子放在我的肩膀的时候 多数时候是因为环境的关系 多数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不努力 而造成了一个危难或挑战 不是我们可以怪神的 当然 下个礼拜我会再告诉你们 这礼拜我讲一点点 神知道这件事情的 神知道 临到我们每一个挑战跟危难 但这不一定是神做的 很多时候 我听到弟兄姐妹说 神为什么让这件事情临到我 好像神是troublemaker 到底谁才是麻烦的制造者 不是别人说他是他就是 不是你感觉是神 做这件事情 就是神做的 好像我们觉得我们是无辜的人 我们不应该遇到难处 好像人神让那些人临到我 是他不对 很多状况都是状况的 所以才有怨天尤人这句话嘛 对不对 我都没有不对 很多人呢 自己没有做好 然后长官跟他说 事情怎么这样呢 他说因为别人 你看到没有 是他自己的 他说因为别人 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件事情 怪到上帝的身上 即使神知道 我们也应该要来看 怎样面对这件事情 有时候是神兴起的 我们更应该说 这件事情临到我到底有什么意义 神怎么样看这件事情 我们就发现真实的人生 本来就是充满挑战跟为难的 我们不必大惊小怪 就是帮助我们认清 所遭遇的许多的事情 都是帮助我们成长跟长进的 那么我们怎么面对呢 第二 第二 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 十四章二十八二十九节 我们先来读 二十八二十九节 我们来看彼得怎么说 二十八二十九 预备 请 彼得说 你看碰到这个挑战 碰到这个危难 碰到客观上有大自然的灾害 碰到他们以为是耶稣 可是彼得怎么面对呢 我们来看第二点 我们怎么面对 彼得让我们看见 遭遇挑战的环境 我们当积极面对 我们应当积极面对 遭遇挑战的环境 我们当积极面对 当彼得发现风浪很大 当彼得发现走来的不是鬼怪 而是耶稣的时候 彼得和大部分人不一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觉得很稀奇啊 面对挑战的环境 彼得是迎上前去 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请问你 当发现危难 当发现挑战的时候 你怎么面对 请问有多少人像彼得这样 船已经摇得很凶悍 对不对 他们已经很危险了 走来的是耶稣 彼得没有说 耶稣你赶快上船 然后把风乱平静了 我们大家一起享受吧 没有 彼得有一个值得我们 效法跟学习的态度 他的其他人不同 他愿意积极面对 这一个挑战的环境 你注意看 也是因为这个结果 他就曾经走在水面上 对不对 走几步我们不知道 他是唯一走在水面上的 他曾经走在水面上 不仅如此 他也经历到往下沉的时候 耶稣伸手拉住他 当耶稣拉着彼得手的时候 彼得可以实际感受到 耶稣的力量 我有一次 我们家人一起出去旅游 就到一个岛 那我们就到那边游泳 在那边海边游泳 后来呢 一个不小心的状况呢 我到太远的地方 太远的地方 我以为我游得回来 按照我的游泳的技术 也应该游得回来 可是那一天呢 我越游就发现离岸越远 因为有洋流的关系 因为不叫洋流 就是有那个海浪的关系 我就越游就越远 我就赶快往里面游 算那个角度往 算那个角度就往里面游 可是越游越远 我就很害怕 因为我就再游 越害怕 后来我就发觉 再不叫救命 可能就来不及了 可是你知道 那是多丢脸的事情了 在海边叫救命 而且那个是在外国 当然了 你放心了 我会用英文叫求救的 我就用英文求救 以后有人看到我 有那个救生员看到我 根本不理我 继续钓他的鱼 我就在这儿 救命啊 救命啊 当然用英文叫了 救命啊 他还是不理我 因为他看我好像真的 他就跳下来 游过来 到我旁边的时候 我已经快要不行了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赶快救我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不能救你 他说只有你答应我 你不能抓住我 我才能救你 我就说好啊 你赶快救我啊 他就说我告诉你 如果你抓我 我就会把你摔到水里面去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 对不对 因为要救一个溺水的人 你不可以让他抓住 不然会两个人都要死 后来他就说 他说我把手给你 你只能扶在我上面 你不能抓我 以后他把手伸出来 他把手伸出来 我就把手搭到他的手臂上面 我一搭到 我告诉你 我整个人都冷静下来了 因为我知道我得救了 我知道我得救了 我不需要抓住他的 他的手只要让我碰一下 我就可以了 后来我就扶到他的手 我就一直喘气 喘完了 他就跟我说 你可以游了吗 我说我可以游了 他说你先游 我跟在你后面 因为我都游 游了以后 我们就两个上岸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刚才是开玩笑的 对不对 我说没有啊 他说你游得很好啊 我说我会游泳的 我说我只是害怕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曾经在最危难当中 在最需要的时候 有人救过你 你就知道那个力量有多么大 他其实没有动我 是我碰着他 你就知道那力量有多大 你知道只有彼得逆水的时候 被耶稣从水里面把他拉出来 因为他积极面对他的挑战 虽然那些人也因为看到彼得的反应跟行为 他们也享受相同的结果 就是以后风平浪静 他们也经历到上帝的大能 而欢欢喜喜的接受神的恩典 可是他们所得的 请问跟彼得一样不一样 一样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遭遇挑战环境而积极面对的人 他不是从环境当中得到帮助 他不是从别人的见证当中得到帮助 他乃是亲身经历到上帝的大能 彼得是第一手资料 他是亲身经历到耶稣能力的那一位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遇到挑战环境的时候 我们不要担心 我们不要消极 你不需要抗拒 求主帮助我们迎上前去 我们积极面对所遭遇的挑战 在工作上面 如果你遭遇挑战的环境 你碰到一个不好的老板 你现在的工作非常的沉重 这个挑战的环境我们怎么面对呢 我们应该更认真 我们应该更冷静 我们应该积极的影响他 我们需要花多一点点时间 你要知道不是会一直下去的 这段时间特别困难 你花更多的时间 用更好的方法积极去处理 真实的去面对他 也没有一个人的婚姻是一帆风顺的 没有一个人的婚姻是从来没有遇见任何风暴的 都会有危险 都会有困难 都会有难处的 有的时候是我们的个性问题 有的时候是环境造成的 有的时候是因为对方的缺陷缺点 而造成了影响 那当我们遇见这个环境的时候 当我们遇见这个挑战的时候 如果你积极面对 你认真考虑在婚姻上面 你的难处到底怎么发生的 你考虑是不是你性格的问题 如果不是你的问题 你要考虑如何去面对这件事情 如何去解决这个难处 你需要思想 你不是消极的逃避 不愿意去面对 我们人际关系也如此 当我们遭遇了人际关系不顺利的时候 多数人都责怪别人的 多数人都是埋怨别人的 可是最好的方法 还是积极面对它 你先检讨自己 到底我这件事情哪里有错 你知道人很主观的 一定是别人错的 绝对不会自己错的 可是如果你积极的去面对 多数时候 我们会发现 是我们自己没有处理好 不一定是我们错 可是我们没有处理好 一旦发现是我们这边有错的时候 我们应该积极的去 亲近对方 去向对方道歉 一旦我们发现 我们错的很少 都是对方错的时候呢 其实你也应该想办法 去积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去亲近他 并且做个台阶给他下 很多时候 我们并不积极处理的 我们就消极逃避 有时候在服饰上面 我们会遇到困难 十多年前 十多年前 我们教会要开台语礼拜 要开台语礼拜 那个时候 我们就三四个同工一起祷告 为什么要开台语礼拜呢 因为我们发现 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 有些人的家长 是讲台语的 国语他不太适应 我们起初也决定 请他们到附近的 讲台语的教会去 后来就发现 去也不太方便 第一个信息 不一定得到满足 第二个 分两个教会也麻烦 以后我们就说 要开台语礼拜 以后我们就三四个 传道人一起祷告 祷告 祷告来祷告去 祷告完了 我们就说 不能光祷告 我们要决定 到底谁来开台语礼拜 以后我们就开始祷告 祷告完了之后 最后就大家说 到底谁呢 我们祷告完了 一段蛮长的时间 就是好几个礼拜 好几个月了 以后我们就说 我们来决定 谁来开台语礼拜 以后我们就说 四五个人 我们就说 我们祷告完了 就告诉别人 我们觉得谁最开最好 就所有人都说是我 其实我是我们当中 台语讲的最不好的 我台语连祷告 刚开始都不会 以后跟他们在一起 他们台语比我好很多了 可是他们还是说 因为你是长老 那是我刚刚做长老 因为你是长老 所以你来开 我们都是传道 所以不方便 我也觉得很为难 后来我就说说 我说其实我台语讲的不好 他们都没有关系 开了就会好 以后就开始台语礼拜 我们就规定 在台语礼拜的 那个礼拜的当中 是不准讲国语的 这个没有歧视问题 这个没有意识形态问题 那个是语言学习的问题 你知道刚我上台讲到的时候 我第一次讲一半一半 一半用国语 一半用台语 甚至在讲台当中 不像你们这么安静 这样乖乖的聚会 我讲错了 他们会笑 然后跟我说 你讲错了 你再讲一遍 就叫我纠正 那个 我的那个 可是我告诉你 你现在去台语不听 我讲到 我讲的不错了 我讲的真的不错了 他们几乎全都听懂了 而且我现在可以用台语思想 听得懂吗 如果你是用国语思想 用台语讲道 你里面有个翻译的过程 如果你是用台语思想 用台语讲 里面就不用翻译的过程 直接变成台语 两年前 我到马尼拉去讲道 他们就发现 我已经用国语跟他们讲 他们也觉得蛮好 可是他们就发现说 原来在台湾 我也用台语讲道的 他说你也用台语讲道的话 为什么不在我们 能用闽南语讲道呢 可是我告诉你 闽南语跟台语差很多的 差很多的 他们很多的话 我们听不懂的 有时候我讲道 他们就消了个半死 比如我说 我说 开车 台湾话怎么讲 塞掐 可是问题是 他们不用塞这个字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字不雅 因为塞这个字在台语 另外还有一个意思 对不对 所以凡是塞这个字 他们就不用 他们不说塞车 也不会说 会塞不塞 他们说 会坐不坐 就差很多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缘故 我为什么都差很多呢 因为他们有时候 用闽南话在台语讲道 我听不懂 可是他们又要我用闽南话讲道 有一次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 我说 我跟他们 我说 你是不是 手机塞车 载你来的 他们听不懂我量什么东西 我跟他们说 你是不是司机 开车载你来的 是不是司机 塞车带你来的 他们笑 他们说 不是塞车啦 是缓车啦 不是司机啦 是车头啦 我说我给你车买的车头 原来他们把司机叫成车头 你知道吗 所以应该差很多的 差很多的 可是他们就跟我讲 他们就跟我说 你用台语讲道好不好 你用闽南语讲道好不好 我就跟他们说 差很多的 他们说 没有关系 你讲就对了 我们慢慢适应 以后 你知道 我到他们讲道 很辛苦的 我答应他们以后 我就 把讲章 原来用台语写好的 我就一个字一个字 把它翻成闽南语 我就上去用那样讲 我告诉你 我去了几次之后 我积极面对 你猜结果怎么样 现在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可以听得懂我百分之九十几的内容 而且不太困难 所以当你积极面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当你积极面对的时候 事情没有这么严重 还有一件事情 请问 当彼得积极面对的时候 他有没有祷告 他有没有向主发出呼求 有没有 他怎么说 他说主 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 走到你那里去 所以当他一方面 愿意积极面对的时候 他也向神祷告的 请问 耶稣有没有答应他 有没有 耶稣怎么说 他说你来吧 所以主耶稣答应这件事情 我们就靠着主的恩典 去积极面对挑战的环境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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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节三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看 结果怎么样 他积极面对了 积极面对结果怎么样呢 三十节三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只因见风盛大 就害怕 将要沉下去 便喊着说 主啊 救 耶稣赶紧伸手 拉住他说 你这小信的人啊 为什么疑惑呢 彼得因为相信 主耶稣所说的话 他就走下船去 对不对 就走在水面上 圣经上说 后来彼得 见风盛大 害怕就将要沉下去 这个时候彼得所遭遇的 就不只是个挑战 而是进到危难的里面 所以第三 当遇见危难的处境 我们应当怎么办呢 我们应当呼求仰望 请你写下来 要呼求仰望 呼求仰望 这个时候彼得的环境 不只是挑战了 而且见到危难了 因为他沉到水里面去了 而且你要记得 请问这个时候风浪平息了没有 还没有平息啊 刚才我们说要积极面对挑战 可是积极面对挑战的结果 一定有很好的成果吗 一定吗 不一定的 你会发现不一定的 主动积极面对挑战 并不表示我们一定能够把问题解决 而且可能问题越变怎么样 彼得就是这样子啊 问题越来越大了 他有很大的信心 他跟主耶稣说 如果是你请叫我从这里走到你那里去 他就下去了 他进行面对啊 我们刚才说他做得不错啊 我们还说他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啊 没有想到他就一下去面对更大的困难 对不对 原来风浪很大 他在哪里 现在风浪很大 他在哪里 水里 对不对 原来在船上 现在在水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他主动积极面对环境的时候 并没有带来一个顺利的结果 而我们刚才看过他的证经 我们更惊讶了 请问耶稣有没有答应让他下去 有没有 耶稣说什么 你来吧 你来吧 所以彼得才从船上下去啊 彼得不是自告奋勇 彼得不是自作主张 彼得乃是得到耶稣的同意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也会挂动状况 我们很惊讶 明明神有应许 为什么我们还沉下去呢 明明神答应我们环境会越来越好 为什么环境越来越糟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信心成长的过程 你一定要记得 这是个正常现象 这是个正常现象 因为我们不知道神要怎么带领我们 你没有看到事情的结果 你不会知道的 信心怎么成长 信心是会让我们遇到更多不顺利的环境 逼得我们更多依靠神 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忽高忽低的 我最喜欢说 开玩笑的啊 人家说 基督教派 哪一个教派是最好的 这个 教派你知道吗 我常常回答是改革中 改革中你们知道吗 改革中是一个教派了 可是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是改革中的信徒 就是改革中间的中 我们一直在改静当中 我们的信心一定起起伏伏的 没有人的信心是平的 我们的信心忽高忽低 我们有的时候成功 有的时候失败 有的时候仰望主马上去解决 有的时候仰望主越白越严重 我们是一直under construction的 我们没有稳定的 我们忽高忽低 我们的信心忽上忽下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你从单点来看 一下子上 一下子下 可是你从线来看 你远远的看 请问信心 有没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有没有 这次上去 下次下来 又上去 又下来 你就发现 下来的比上次的低点还要高 他就有一个往上走的趋势 这是我们的信心 我们应当忍耐等候到最后一天 那天彼得也是这样子 当他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明明发现主要就叫他下去了 他就下去了 可是后来他就发现困难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 他说主啊救我 他就主啊救我 三十节 他说主啊救我 所以遭遇危难的处境 我们应当呼求仰望 如果有一个危难的处境 我们也积极面对了 我们也主动了 我们也做了所有的事情了 可是已经完完全全超出 我们能控制的范围的时候 彼得告诉我们 彼得在这边让我们看见 呼求仰望那一位 有恩典 有大能的主 我就在圣经的时候 我认为 耶稣对他说的那句话 我们看 三十一节 耶稣赶紧伸手 拉住他 说一起读一杯 你这小性的人 为什么疑惑呢 我认为这句话 我比较年轻的时候读这句话 跟我比较年纪大的时候 读这句话 感觉完全不一样 我比较年轻的时候 读这句话 我觉得主耶稣在责备他 我现在年纪渐渐长大了 我也经历过很多上帝的事情 我也陪很多弟兄姐妹 走过那最困难的环境的时候 我觉得主耶稣这句话 是一个鼓励 是一个提醒 说你刚才信心这么大 为什么你突然下来了呢 所以那个不是一个责备 那是一个提醒 那是一个鼓励 那是一个安慰 说你这个小心的人啊 你为什么疑惑呢 我在这里 在这里彼得 为什么会掉到水里面去呢 既然主耶稣已经答应他了 为什么他会掉到水里面去呢 主耶稣已经说你来吧 为什么他会沉到水里面去呢 我们看三十节 三十节我们一起说三十节 预备 请 只因见风盛大 就害怕将要沉下去 请问是谁见风害的 是彼得 是耶稣吗 是船上的人吗 是彼得 所以当一个人没有把目光定睛在耶稣身上 他没有把信心定睛在耶稣的应许上面 而在看环境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一个软弱失败 或者跌倒的可能性 在风浪当中 我们应该仰望主 如果主耶稣答应我们 我们就把眼目定睛在他的身上 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帮助我们 在危难当中 经历到他的拯救 因为彼得这样子的经历 他就有更深的一层的学习 最后我们要结束了 我们看第四点 如果我们度过挑战跟危难 我们会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念三十二节 三十三节 三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他们上了船 风就住了 在船上的人 彼得和耶稣上了船 当耶稣把彼得拉住 他们上了船以后 圣经上说 风就住了 我们看到挑战跟危难结束了 当我们主要在圣经的时候 我们体会到一件事情 挑战跟危难 可以帮助我们信心增加 挑战和危难 可以帮助我们 经历到神的恩典 所以第四点 我们要说的事情是 度过挑战及危难 我们将经历神恩 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 当彼得说 主要救我 耶稣就伸手拉住他 把他带到船上去 其实彼得 希望不要沉到水里面去 我相信 在船上的人看见 彼得快要沉下去 就叫 赶快救他 所有人都担心 所有人都害怕 说主啊赶快救他 没有想到 耶稣不只是救了彼得 还把他带到船上去 三十二节说 风就住了 他们所求的是要得到生命 他们所求的是要保存生命 可是耶稣不仅救了他 而且还平静风浪 比如说我们所求的 我们所想的 耶稣不仅给我们成就 还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他不是成就我们要的 他还有更美好的旨意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危难 跟苦难当中的时候 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 神自己会做这件事情 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这段圣经当中 我们最后来看耶稣的心态 耶稣的心态 我们读二四二五 二四二五 我们读二四二五 预备 请 那时船在海中 因风不顺 被浪摇汗 夜里是今天 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徒那里去 请问 这个时候 门徒对耶稣的认识 够不够深 不够对不对 所以当他们在海中 因为风的缘故 被让摇汗 船很不顺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说 主啊来救我们 他有没有这样讲 没有 没有 可是他们虽然没有这样祷告 请问 耶稣去了没有 这里是夜里是今天 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徒那里去 如果你读这两节经文 你就会发现 耶稣其实非常顾念他的门徒 非常顾念他的门徒 风不顺 被浪摇汗 耶稣就到门徒那里去 这里提到耶稣怎么去的 走在哪里 你知道很多人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 他没有考虑到耶稣的心里面的想法 他只就说 哎呀耶稣可以走在海面上 我告诉你 耶稣不是要彰显 他有行在海面上的能力 他不是要彰显这个雕虫小祭 他要走在海面上 是想赶快的过到门徒那里去 他是为了让门徒不要担心 不要害怕 就赶忙到门徒所在的船那里去 弟兄姐妹 其实耶稣知道我们的状况 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什么难处 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危难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你已经多久了 可能好几个月了 可能已经好几年了 你说主啊你在哪里 你说主啊你在哪里 为什么这些事情还领导我呢 弟兄姐妹 耶稣知道我们的需要 耶稣知道我们的困难 耶稣知道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和这些不顺利的环境 这些不顺利的环境 不一定是耶稣兴起的 可是他却知道这些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现在正在挑战的环境 和危难的处境当中吗 耶稣正向我们走来 他不会弃我们于不顾的 他知道你的状况 我们读27节 27节 27节 我们先读一杯 请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不要怕 你发现很奇怪 你说当他们惊慌了 看到耶稣以为是鬼怪 害怕 喊叫起来的时候 27节说 耶稣什么 连忙对他们说 你就知道耶稣的心情 多么 随着他门徒的心情起伏 他跟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不要怕 其实耶稣知道结果 会是怎么样的 这边圣经27节 也可以这样想 说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就好了 不用显示 耶稣很慌张的样子 对不对 可是这边说 耶稣什么 连忙做这件事情 你就知道 耶稣的心 随他的门徒 有时候我们觉得 耶稣的动作很慢 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祷告很久 耶稣就没有回应 请你注意 耶稣会在他认为 最重要的 第一时间回应 这件事情 他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感觉 耶稣没有回应 是耶稣不想这么快回应 如果你看这种状况 但那种情形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 你就会知道 耶稣的心情是跟他们在一起 你再看 不是这一次 三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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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读一 三十一节 预备 请 耶稣赶紧伸手 拉住他 说你这小信的人 当彼得快要沉到水里面去 他喊着说 主妈救我的时候 三十一节 说耶稣 什么 赶紧伸手 拉住他 其实耶稣动作慢一点 也没关系 彼得沉到多深 耶稣都捞得到的 对不对 就是多喝两口水 也没有关系 你应该眼睛盯着我 谁叫你眼睛盯着风浪呢 喝两口水对于彼得来说 是最有应得 对不对 可是耶稣有没有这样做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人跟耶稣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想法 是按照我们的想法 我告诉你 如果我是耶稣的话 喝两口水是应该的 你问过我 说你可不可以过来 我已经说你可以过来 你就可以过来 肯定没事 你走过来吧 你要看风浪掉到水里面去 是你自己的事情 可是耶稣不是这样 耶稣比我的心好多了 你们要感谢主 这边说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挑战和危难的环境里面 求主让我们知道 他是那位有恩典 有怜悯 愿意帮助我们的那一位 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 不要放弃 他知道我们 忍耐可以到什么程度 他会在我们不行的时候 给我们开一条出路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真实的人生一定有很多挑战跟危难 但遭遇挑战的环境的时候 我们应当先积极去面对它 如果碰到没有办法解决的危难的时候 我们就呼求仰望主 当我们经历过这一些挑战跟危难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 有一点点的时间 让你安静思想 是主 我们相信你是不放弃的神 门徒这样三年半 他们起起伏伏 刚刚看过你行过无饼 无饼二鱼的神迹 他们仍然不能相信你是平静风浪的主 可是你没有因为这样就丢弃他们 主要他们是个小性的人 可是你继续爱他们 主我们发现他们不仅 不一样的事情他们不能归纳 一样的事情他们也学不会 他们无饼二鱼之后 还要再经历七个饼两条鱼的事 主耶稣我们就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 主我们跟门徒一样 我们有常常多 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这样的难处的里面 主耶稣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主我们一次又一次在那个困难 危难逆境里面 我们就软弱 我们就跌倒 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主让我们弟兄姐妹 可以在一次又一次的经历里面 知道你是那位平静风浪的主 你是那个在海面上可以行走的主 你是那用五饼二鱼 叫人可以吃饱的主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 交在你的手中 我知道弟兄姐妹当中 有一些人正在危难的里面 正在困苦的当中 求你自己来帮助他们 主让他们仰望你 经历你 就可以进到最好的光景里面 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声明 阿们